旅游促进局总监拿多阿玛尔的职务 突然遭终止 引起各方关注 旅游艺术级文化部长拿多司理张庆幸 今天澄清 阿玛尔并没有被革职 而是被降职 重新回到副总监一职 是的 张庆幸就表示 阿玛尔表现不佳 无法完成吸引外国游客到我国旅游的任务 因此他认为应该把机会 让给其他更有能力的人 张庆幸今早出席 国家首亿日开幕仪式之后 面对记者追访时表明 这起事件跟种族 宗教无关 更提醒各界 不要玩弄种族和宗教课题 张庆幸也指出 他和副部长曾经多次 给阿玛尔机会好好表现 同时也给了他很多意见 希望他能够带领整个团队 促进我国旅游业 但阿玛尔始终无法好好表现 部门也只好降他的急 为了万全新智子 and食材 所有能够带领整个团队 这是森林桂 希望您来愿意见 好位置 三公里的存在 立行 只要求和宗教证 等于我们的心